第135集 盘武大力神通,包罗万象,其中有很多小诀窍在生死搏杀的时候很有用处。 传闻当年盘武先尊的门人和域外天魔战斗,一连战斗一个月都不疲倦,传扬出去的确是骇人听闻。 又有怪物过来了,星云宝宝大叫一声把方寒惊醒过来,果然远处地平线上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传达了过来,出现了无数人影,这些人影一个个都是普通人身高的六七倍,是一个个巨人。 风寒看的真切一下就看出来,这些巨人赤裸的身体上有木质的纹理,居然是一个个的木巨人,成千上万是一支庞大的军队。 这些木巨人猛烈跳跃,蹦得极好,好像大鸟一般在空中滑翔,落到地面剧烈阵响,手持木质的兵器,如木斧、木枪、木刀、木叉等等。 一双眼睛,碧绿盈盈,凶残暴力,看到方寒如同文盈剑道的鲜血一般,猛扑了过来。 一个高大的木巨人最先杀到,手持木枪,一枪击来,竟然到处都是幻影,枪身上散发出了一股类似木系真气的杀戮之气,把方寒一下笼罩在其中。 这次是木系元气组成的怪物吗?可惜,我的亲弟木皇宫已经大圆满,不过杀了这些木巨人,多汲取一些元气,木皇钢气的威力也就越大,以后可以用它来催生灵药。 看到这些木巨人,方寒当然不会放过,自己的木皇钢气越强大,以后的用处会更多。 遮天魔鼠伸出,一下子就荡开了层层叠叠的枪影,抓住木巨人,捏成了积粉,化为一股轻木元气,被自己击取。 在遮天魔手,魔刀血苍穹的杀戮之下,立刻就有数百头木巨人被斩杀,都化为了纯净的木系元气。 此时,星云宝宝也出手了,运用本身的钢气,一挥而出,配合方寒的杀戮。 他每杀死一头木巨人,也采集木系元气,化为一颗青色的珠子,输入囊中。 星云宝宝的神通,叫做未来星宿大法,是一门无上神通,也是群星门的镇派神通。 现在,他已经修炼到了钢气境,迟迟不能突破到刺虫阴阳境,把钢气蜕变出灵性来。 不过,在刚才这一番杀戮之中,庞大的压力之下,他似乎是有所领悟。 这些木巨人,个个力打无穷,而且武技精湛。 在杀戮之中,方寒看到了他们施展出来数十种罕见的武技,无论是枪术,刀术,都毫无半点花哨,非常实用。 每一种武技,如果传到世俗中去,就可以成为无数世家,大家族的家传绝学。 这些木巨人,显然是木系元气所化,但是怎么会有如此倾占着武艺? 方寒一面杀戮,一面把这些木巨人施展的武学记起来。 阿比之门吞噬人间。 就在这时候,颜也出手了,他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,黄泉图飞上天空,阿比之门打开惊天动地的魔器笼罩下去。 每一丝魔器缠绕到一个木巨人身体上,这个木巨人就立刻死亡,被吸入了门户之中。 足足有数十万打军的木巨人,背着一下,卷走了接近一万。 这些木巨人虽然厉害,但哪里是方寒和炎这种怪物的对手? 转眼之间,密密麻麻的大军就被彻底杀穿。 坏来者,居然敢屠戮我的士兵,守死吧! 方寒正杀得起劲儿,突然,面前的木巨人潮水一般退开,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小木人。 但是,这个小木人身体上的气息却是汹涌奔腾,绵绵不绝,而且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质的王冠,手拿一口青色木刀,上面浮阵隐隐,面孔威严。 是一个中年人,居然会开口说话,显然是有高深的智慧。 傻了再说,方寒却不和这个怪物啰嗦,直接寄起遮天魔手,擒拿了过去,要把对方击杀当场。 他看出来了,这木人身上蕴含的木系元气,比起卖宝大会上拍卖的青龙蒲羊墓,都要浓厚得多,如果被擒拿住,又是一件宝贝。 找死,木神斩将刀! 这木王一声抱贺,身体周围居然散发出了一层青色的钢气,手中的长刀绽放出璀璨多么的金光,身体游离,竟然瞬间就躲开了遮天魔手,冲到方寒的头顶一劈而下。 方寒愣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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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愣 随后身体被切割成了两半,这木王发出了凄厉的乌野之声,庞大的木系元气进入了方寒的体内,顿时之间,青帝木皇宫威力再分,方寒张口猛地朝天一喷,风云变色,从他的口里一尊木皇青帝飞了出去,到达天空之上,顿时变化为一大片青色云气,密布天空, 里面青色的雷光不停地滚动着,团团乙木神雷好像冰雹一般砸落下来,乙木神雷拳头大小轻盈的一团呈现出不规则的灵情,和大冰雹有些相似,从天空中砸下来,一碰到物体立刻爆炸,顿时无数的木巨人都被炸死,化为了木系元气,上升到天空,融入到了那团团青色云气之中, 同时,从云中砸下来冰雹似的乙木神雷更多了,此时,五帝大魔神通才显现出了真实的威力,没有原来那么弱小了。 星云宝宝就看着方寒这么大发神威,把所有的木巨人都图露一空,不禁扎着舌头,有些收不回去。 所有的木巨人图露一空之后,天空上滚滚的木黄钢气,足足笼罩了方圆四五十里的天空,不知道多厚,几乎是修道人都可以感觉到里面蕴含了恐怖性的毁灭力量,还有生机勃勃,助长万物萌发的浓烈气息。 现在,你的青帝木皇宫的威力,已经不在大日火灾,黑日风灾之下了。 眼感叹着说道,以后,你每提升一个境界,威力还会增加。 可惜,其他四门神通远远没有到达这一步,我们得多杀五星元气化成的怪物,五里大魔神通的威力,我现在才感觉到,实在是爽快。 此时的方寒已经用盘古大理神通恢复了疲劳,精神也十分的亢奋,决心要多杀五星元气凝结成的怪物。 走,咱们到处飞一飞,看看这五星之地到底有什么危险。 说话之间,方寒飞起,朝着五星之地的身处掠了过去,星云宝宝连忙欢呼一声,跟了上去。 此时,他们已经离那座客有七个险子的山峰越来越远。 方寒等人刚刚飞出了一千多里,又感觉到了巨大的土星系,立刻就知道,又恐怕是雾土元气凝结成的怪物,立刻严阵以待。 果然,地面下方揉动着,随后飞起了无数条藤蛇,朝着方寒咬了过来。 这正中方寒的下怀。 遮天魔手,血苍穹,乙木神雷连番出击,尤其是那乙木神雷,对付土星怪物,简直是天生克制。 天空中滚滚青云落下无数冰锚,持一轮轰炸,千万条土系藤蛇,就死了一大半,全部化为精纯元气,被皇帝土皇道击取。 一路上,方寒不停地前进,走向五行之地的深处,也是一路杀戮,几乎是没有停歇。 碰到过了各种各样的五行元气所化的怪物,除了火鸭,金风,木人,水鱼,藤蛇之外,还有铜铁兽,巨大的土人,火精灵,甚至还有在空中漂浮着的巨大水母。 越往五行之地深处进入,里面的怪物就越强大,人也越来越吃力。 但是,方寒的五帝大魔神通也越来越浑厚,威力越来越大,似乎有一种饱和到了临界点的趋势。 不过,除了清帝木皇宫以外,其余的神通都还没有产生蜕变,演化出各种神雷来,看来还得要庞大的积蓄。 如果是别的五行神通,这一番杀戮汲取,就算是一百次都修炼成功了, 但是,五帝大魔神通就好像一个永远喂不饱的巨兽,再多的五行元气都能够容纳得下。 方寒大哥,咱们进入五行之地多久了? 星云宝宝一掌劈去,远远地打爆了一个漂浮而来的巨大水母,看着方寒汲取鬼水精气,连忙问道。 这个巨大水母有房屋大小,有一张猙獰的面孔,触手都堪比宝气,还可以射出水箭,威力极大。 当然,更为厉害的是,一鼓一缩就是铺天盖地的水雷砸了过来。 这种力量,相当于水系钢气,修炼到了顶点的修饰,比龙宣还要厉害得多。 更为厉害的是,他体内积攒的力量十分的雄浑,施展法术远远比一般的修饰要持久得多。 是可怕的水系妖兽,在大海深处都是十分罕见,可谓是水系霸主。 唱听网,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,你的唱听别样精彩,3w.听85.com 我们进入这里,已经有了15天的时间,也是杀戮的15天,我感觉到这样下去,武力大魔神通就要全部圆满了。 不过奇怪的是,这几天时间,我们居然没有碰到一头天魔王,按照那个山峰上字的意思,五行之地应该存在着大量的天魔王。 方寒有些奇怪,如果这么多天时间的杀戮,其中出现天魔王,那方寒还真的不会那么顺利。 天魔王诡计多端,而且最后一招自爆,十分的麻烦。 就算方寒有克制的方法,但如果一窝封着前来,盗气也要被震伤。 我也感到奇怪,不过,这五行之地,我们近来已经有了这么多天,始终没有探测明白到底是什么存在。 不过,可以肯定,我们想要出去,必须在深入五行之地深处,否则,在外面徘徊,是一辈子都无法出去的。 接下来,不知道会有什么妖兽。 我怀疑在网里面,什么火系的圣物,朱雀,金屋,水系的圣物,玄武等等,都会出来。 方寒的神色之中,有一些期待,如果五行之地最后出现强大的圣物,那么方寒把他们击杀,汲取了精气,倒是可以突破五地大魔神通的境界。 好强大的沙发之气,就在这一时,又有强大的妖兽出现了。 一声低沉的唬吼从远处传达而来,声音虽然沉闷,但却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味道,压抑在胸口,肺部,好像万针刺激一般。 星云宝宝居然吐出了一口鲜血。 方寒吃了一惊,连忙手指一弹,一股青色元气和黑色元气涌入了星云宝宝体内,稍微一流转,就治疗好了他的伤势。 这两个元气是木黄气,水黄气,水木二气结合,乃是疗伤圣物。 方寒现在五地大魔神通施展得越来越纯熟,这门神通是他的本命法术,而且潜力巨大。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? 那声唬吼让方寒的心神也提了起来,他感觉到强大的气势压迫, 即将出现的那个强大妖兽给他的压力,不在神通七重金丹高手之下,甚至还要更加的强烈。 他杀戮了十多天,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强大的妖兽,如果在外面这么强大的妖兽,只怕可以开宗立派,建立妖道武宗另外的门派了。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白金之色,映入方寒眼帘的是一头老虎,全身都是白金色。 白金色的虎毛随风飘扬,烈烈升威,一步一步走来,虎掌舒展,大地在他的脚下似乎无限的浓缩。 白虎,方寒一下就看出来了,这是精细缘起凝结成的圣物,白虎。 居然是一头白虎,方寒,这可是无数更金之气汇聚,天地交感,才能够衍生出来的神兽。 三大剑派,丹岭,通天,日月,他们拥有无数矿山,在其中用阵法凝聚,都没有能够凝聚出一头白虎来。 这五行之地,到底蕴含着什么?居然能够出现白虎这种东西。 因大惊失色,在玄黄大世界之中,再庞大的矿脉,经历数十万年,都恐怕难以凝结出这样的神兽来。 白虎可比山神珠难以凝结一万倍都不值。 你很好,也很强大,进入五行之地,居然没有一点损伤,也没有筋疲力尽,法力也永远保持强盛,远远不断。 真是不知道你有多少法经玉石,不过前些时候,也有一个少年闯了进来,比你的资质似乎要好一些,境界也比你高一些。 就在方寒严阵以待,跃跃欲试的时候,这头白虎居然说话了,声音苍老无比,似乎蕴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,让人不得不测而去倾听,把每一个字都听清楚。 方寒知道,这头白虎所说的是孟少白,不过,当听到白虎评价说孟少白的资质比自己好,不由地审笑了一下。 你这头白虎,蕴含的羹筋之气太浓厚了,我如果杀了你,惊喜神通,想不定能够大圆满吧? 白虎摇了摇头,年轻人,你想杀我,还早着呢。 我在这五行之地,不知道诞生了多少年,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天魔闯进来过,能够出去的都很少,至于杀死我的,一个都没有。 倒是你一阵杀戮,把我从沉睡之中,惊醒了过来。 你的血肉和法力,还有身上的法宝,都令我很感兴趣。 吞噬了你的血肉,炼化了你的倒气,想必我就可以脱离精灵根的束缚,离开这五行之地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成为自由之圣了。 上次进来的那个年轻人,在我面前逃走了,这次,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年轻人,你出手吧,给你一个机会,先让你出手,要不然,你就没有机会了。 大言不惭,方寒看出来,这头白虎是个高手,实力极其强大,就算是金丹高手,恐怕也要被他杀死。 因为方寒感觉到,自己碰到的金丹高手,无论是万罗,还是三个大道,都没有面前的白虎这么强大,而且法力的强横程度更是不能比。 这头白虎身上的法力,甚至可以和自己比肩,是天生的灵物,当然,再强大,也不会强大过贵地。 所以,他没有丝毫的忌惮,遮天魔手一抓而去,黑焰滚滚,落到了白虎的头上,向下就按,被遮天魔手抓中,金丹高手也得身负重伤,只能自保金丹。 方寒却知道,这头白虎比金丹高手要强大,但却没有金丹不能自保,缺乏最为强大的杀伤性手段。 虚空中,缓发出了无数朦胧的残影,如梦似幻,白虎的速度堪比顺杀大法,在魔手抓到身上的一刻,突然消失。 紧接着,方寒就感觉到一只利爪从头顶上拍击下来,尤其是利爪上的指甲,如飞剑一般,肃杀伶俐,灭绝生机,使他有一种再次对上孟少白无声剑道的错觉。 好快的速度,幸亏方寒有着和孟少白对战的经验,而且现在实力大增,早就运转如意,身体一动,血液之王飞起,肖像力爪。 与此同时,遮贴魔手,瞄准虚空,突然一抓,正是他冥思苦想,对付孟少白无声剑道的一招神来之笔。 白虎乃是更金之气凝结成的圣武,威力无穷,对于剑术简直是大宗师级别的存在。 既然和孟少白交过手,想必也揣摩过无声剑道的厉害,方寒正可以其人之道,还至其人之身。 果然,遮贴魔手看似随意的一扫,却精巧地阻拦住了白虎的去路,两两撞击了个正招。 方寒只感觉到手剧烈刺痛,而那白虎被魔手扫中,全身都燃起了一股魔烟,白金色的身体上似乎有一种融化的趋势, 他连忙一步就迈出了几十厘开玩,身上爆发出强烈的金光,把魔烟压制了下去。 脸上显现出惊讶的神情来,似乎是在震惊为什么方寒能够寻找得到他运动的轨迹来。 围困住他,方寒的神念顷刻之间就传递到了炎。 血液之王星辰的一年之中,同时他猛喷真气,强大的仙界元气,嗖地喷到了三剑道气之内,给他们提供强大的运转本体大阵的力量。 三剑道气一下就飞了出去,变换不定,团团围困住了白虎。 本来三剑道气就有微功诡历的经验,配合起来十分密切,而且本体强大不比修道人的肉身,需要时时刻刻保护。 当然,白虎的本体也十分的强大,甚至比起绝品宝气都要强大,本质不亚于磨刀血苍穹。 所以,战斗起来,也比修道人厉害得多,但是三剑道气一下把他围困住,也弄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 看来我小看了你。 白虎的无人身体站立起来,白金色的身体似乎融化的蜡烛一般,一阵变化,竟然化成了一个体型硕大的中年壮汉,威严无比。 两眼之中射出剑光,分别刺杀向三剑道气,同时把手一挥,一片剑光冲平而起,竟然布置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剑阵,来反围困三剑道气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135集,是由陈颂无声五年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